杨女士的表妹说 杨大爷去世当天 她确实签过两张单子 我在要去买打流食用的东西的时候 那个李医生 她说你把这个单子给我签一下 我说这个单子是什么 我说能不能等我回来再说再签 然后她说这个单子你必须得签 她说这个就是像例行的一个手续似的 我说这个东西我说我得跟我姐说 我说我不跟我姐说我不能给你签呢 我说我没有那个责任 然后她就是追着我签 我说那你先等我一下 我要到楼上去看看我舅舅 然后再问一下楼上的人 就是做流食的那个东西 我当时我没想给她签那个东西 然后我就走了 她也没让我签 我就回到四楼了 然后这个时候那个李医生又上来了 她就是态度非常不好 她当时她就说 那个单子得赶紧给我签呢 然后当时护工还有那个小刘护士 他们都在场 我说你这么着急让我签了干嘛呀 我说她现在不是说得把老人的赢 我没跟你说那个签的内容 你没看过 当时那个情况 我的首要条件是给 我说的是我一定要问你是真实的 没看 没看你就签字啊 我没看 我还写着了解病情 我还签了你姐这边 我跟你说为什么我没看 因为她是追着我签这个单子 然后我不签她很不高兴 当时我看到她不高兴 然后她还说她要交班了 她说要不然的话 等我走了 这个事就没人管了 她当时是有这个意思的 后来我跟护工他们沟通完 那个打流石的事之后 我又下去找了她 然后她就是 她就是很着急的跟我说了一下 这个纸上面 那个这一片是那个 关于那个正常 就是例行的那个 例行的那个手续 现在老人 那个现在是处于治疗这个情况 都需要签这个 你需要签 但是 但是他没有很强调的 就是说你 你签这个东西 你大舅就病危了 就不行了 如果说病危了不行了 你要签了几张单 你愿跟我如是说 因为我已经知道 你签了几张 但是我还要说问你 你签了几张 两张单子 按照刘女士的表述 当时她的确在 两张单子上签了字 而单子上的内容 到底是什么呢 她因为着急 并没有仔细阅读